歡迎好朋友來到谷海大丈夫 現場為您邀請到的是 詠誠國際投顧 陳堅誠分析師 堅誠老師好 陳堅好 親愛的朋友大家好 昨天晚上我每次都會看 然後凌晨兩點多的時候 先看他們把新聞稿發出來 新聞稿發出來之後 就看到那個道瓊這樣 就好像那個直線往上衝 90度直線往上翻紅 大漲四百多點 然後看著看著 好 然後準備去洗個澡 吃個宵夜 宵夜吃完之後 包大大開始出來講話了 直線90度往下墜 真的是那一顆心動不住 他們到底在演哪一出 老師 你有覺幹嘛不睡咧 我覺得你們這莫名其妙 我昨天我白天是累了 我白天是累了要數 要數我說你去幹嘛去看盤 你做期貨嗎 在幹嘛 晚上不睡覺在哈囉 在感受那個當下 亂怪你們 對不對我身邊的人都在哈囉了 是不是 都在看包大大到底在演哪一齣劇 不用演哪一齣 他的立場 他一定是要堅持下去 為什麼 因為好不容易他要把通膨壓下來 到時候突然又給你狠割 大家本來房子要賤賣 想說我不賣我在冷冷 他為什麼要這樣跟你講 來我們今天節目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 做晚的升息 費德的升息三馬 到底會怎樣 好不好 好 老師 我們說鎂骨就跌了會怎樣 我就告訴你不要看一兩天 而且今天跌為什麼我們的馬丁不跌咧 潘尼士拉咧 是 對不對 馬斯拉丁不是繼續跑嗎 也還是很穩喔 對啊 連那個暴衝黑馬都開始按捺不住囉 對 房子接骨也在跑啊 對不對 小黑馬 暴衝黑馬 玉伯伯 也在漲耶 所以咧 按捺不住了 按捺不住嘛 對啊 所以其實要看的是選股啊 山頭斜照的好股票 其實他們都已經壓不住了 來 我很快給你重點講一下好不好 好 好 升息三馬 到多少 目前升的時候就是3.75到4 符合預期喔 是 符合預期為什麼在跌咧 對 符合預期本來是先往上的 來 第一個 嗯嗯 在之前股票就先漲了 對 有的人會擔心 嗯 有的人會覺得利空出盡 不管怎樣 反正現在市場 現在市場喔 多空基本上勢均力敵啦 但是呢 最近的多方怎麼樣 略勝一籌 嗯嗯 是不是 昨天的鮑娥說我會怎麼樣 持續 嗯 在 高利率水準 一段時間 對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唉唷 那這樣子好像感覺上沒有要 時時升息啊 並沒有要減換 好像沒有要降息啊 並沒有要減換 好 他說最後怎麼樣 強調希望將利率調整至通膨率之上 嗯哼 換句話說什麼 嗯 為什麼要利率在通膨率之上 嗯 這你看得懂嗎 不懂這句話的意思 看不懂喔 我下禮拜六 線上實戰分享會喔 我會跟你解釋清楚喔 喔 為什麼利率要在通膨率之上 老師PO彩蛋了 對 我下禮拜六跟你開實戰分享會 好 下禮拜六 然後離月底還有一點時間 是 我為什麼要下禮拜六 嗯 因為這下個禮拜 再隔一週的話就要準備 下禮拜 嗯 還有機會讓你怎麼樣 嗯 趕快把握 你要利率換太子的 你趕快來 把握換 你要石頭換鑽石的 你趕快來 好 OK OK好 他表示喔 最快在12月討論 放緩升息喔 是 他已經講了喔 嗯 最快12月討論放緩升息喔 請問這跟那個Fed傳聲筒 講的有沒有不一樣 嗯 沒有不一樣耶 嗯 一致耶 對 一致耶 但是又割又給你陰 怎麼陰 他至少要怎麼樣 高利率要維持一段時間 嗯 為什麼要一段時間 他要確認通膨 確定 下來 而且搞不好都要搞到怎麼樣 通縮了 可是市場永遠怎麼樣 數據是為 數據總是落後 對 等你看到數據 比如說通膨從8 6 5 4 3 那都是過去 2 欸 你看到2 你看到2 已經到了你的目標的時候 但是 其實後面怎麼樣 已經怎麼樣 已經很慘了 對會更 股票早就破底再破底了 對 然後咧 這個很多廠商 庫存庫存就再堆高再堆高 然後 倒的倒 對 然後那個整個經濟怎麼樣 保守到不行 你等到你看到2 你才要來降息 不會負責啊 我告訴你 等你看到2 再來降息 你再等下一次數據出來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了 已經掉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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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來怎麼樣 拼命印鈔 本來 本來降1 降2 乾脆來 再來猛降 3 4 就是這樣 OK 就是用的很極端的方式啊 所以現在都是這樣 為什麼我這樣跟你講 嗯 你去看美國的房價 嗯 美國的房價 我們319 嗯 兩年前319 是不是股市跌到最低 疫情 對 疫情最 剛爆發的時候 可是美國的房價不是在319最低耶 那是什麼時候 美國的房價是在那一年319過後 嗯 指數都已經從319飆到12月底 1萬2 1萬4了 嗯 那時候的房價才掉到最低耶 才落底耶 嗯 有圖有真相喔 我可以拿這個 那個什麼數據拿出來給你看 好 下週 差多少 股市低點跟房價低點差多少 快 差9個月 對啊 快一年 差9個月 嗯 那你這樣懂了沒有 懂 所以 現在升息最猛對不對 嗯 升息已經快結束了 對 可是房價現在才開始跌 嗯 換句話說 再過了半年 接下來 嗯 我們現在股市是不是相對在落底 最低了 嗯 我們現在股市是不是相對在最低了 低點 那你過了半年 房價才到最低 可是股價怎麼樣 嗯 早就青州與過萬聪山了 嗯 你們都搞不懂喔 這世界的法則就是這樣 嗯 為什麼要念總經 嗯 嗯 就是這樣 可是很多分析師會跟你這樣講嗎 不會 你要等到 那 聯準會就是要等到房價落底 他們才會開始調整 嗯 他們的策略 可是 聯準會在什麼時候 無上限QE 他半年前就無上限QE 所以他要等到整個房價落底 他才會再降息嗎 不會 嗯 讓你懂嗎 懂 所以升最猛 已經都過了 今年 十二月再猛 那就三啊 你已經無感了 為什麼 反正就是沿路就是三三三嘛 前面已經升那麼多了嘛 對不對 四四三嘛 這一次是第四四三嘛 嗯哼 好 來 來 包吼最後講怎麼樣 他重申2%的長期目標 2%一直都是他們的長期目標 對 好嗎 去年會這麼慘 去年股價還會一直飆 然後今年這麼慘 是因為他們怎麼樣 這些聯準會官員的錢還沒 股票還沒下車 錢還沒賺夠 好嗎 好來 那最後呢 他說 包吼表示他不再擔心過度升息 哦 如果現在不讓通膨受到控制 那麼通膨就會變得怎麼樣 根深蒂固 所以他的目的就是要 眼巴巴看到通膨已經很明顯降溫 但是我告訴你 等你眼巴巴看到明顯降溫 景氣就已經 已經怎麼樣 真的是很慘了 已經很慘了 對 那景氣真的就會很慘 那股價是反映 領先反映景氣 為什麼 因為有人比你早知道啊 你看到營收越來越爛越來越爛 股價就越來越爛 對 人家早就 可是股價最爛的時候絕對不是 營收 我跟你講 當你股價很爛 後面營收再好起來的時候 股價跟上沒 還沒 可是等你看到營收上來 景氣好起來的時候 我跟你講 股價已經上來了 對 所以等數據那是落後 你必須要能夠領先判斷 那今年都已經到11月了 只剩12月可以升 那明年1、2、3月到底要怎麼升呢 好不好 下禮拜聽老師告訴大家 對 來 好 大方向沒變 他就歌中代音 對不對 我兩個月前就預告了 那重點就在利率要調整到通膨率之上 OK 好 那這就是重點了 所以我的實戰分享會 我會跟你講這個 然後我會再用數據來跟你講說 那這兩個數據又跟指數 跟美股指數 台股指數的連動 到底在哪邊 好嗎 好 來 好 所以接下來敬請期待下週 想要提前瞭解 先打電話進來詢問 下週的分享會 我們在9月我們就告訴你說 明年有三個理由會降息 後來都一一驗證了 第一個歐元區隱含的經濟危機 經濟危機已經發生了對不對 他還在升 但是他升不了多久 英國已經動沒掉了 縮表對經濟帶來的衝擊 美國國債市場的流動性風險 還有連準會從來沒有在利率低的時候 就是低於CPI降息 這個是重點 這個就是跟這個 有關係的 連準會從來沒有在低於CPI的時候降息 OK 好 所以這個東西 我們在下禮拜六的實戰分享會 完整的跟你分析 好 沒問題 然後這個時間軸 對 這一張我都留到明年來講 今年早就給你講完了對不對 只剩12月還沒到 那明年呢 這是大家最關心的 好 沒問題 然後基準利率跟CPI 這就是剛一直強調的重點 利率跟CPI要怎麼樣 剛講他要確定 我們現在利率是比通膨還要高 他才會縮手 那到底什麼時候 這整頁都跟你講明白 會跟你分析明白 好嗎 所以你要參加實戰分享會了 自己先來問 自己來問 來報名好不好 趕快來登記 好 025 429 977 打電話來詢問來報名 好來 那我們講消息之前 先看一下幾檔股票 好來 我們直接幫大家知道 老師我們先從銅波 基本開始看好了 好 謝謝喔 先從金居好嗎 上個禮拜 5 新聞先出來 金居 金居 然後呢 來 我們跟你講爆大量了 週二 週二那一天 你們看到投信大買才要跟進去 這兩天你去買金居 你賺不到錢 週二的那一根爆大量出來之後 你買年貌 你買台藥 買台光電 你怎麼樣 你就怎麼樣 重新從這邊賺一段 所以我才告訴你 買股票永遠就是要買這種地方 不要更加臭熱鬧 你就不怕被踩死 對不對 這兩天你沒有被踩死 但是你怎麼樣 你暫時停止呼吸了 是不是 沒有什麼好處啦 對啊 沒肉了嘛 但是 不過其實你也可以欣慰啦 為什麼 因為今天大盤跌100多點 他還可以hold在那裡 你還hold在這邊 但是你會屁股刷 你的屁股刷啊 你買在這邊你不會刷啊 對不對 但是你要在這裡你的屁股刷嘛 是不是 連貌 今天還是很強喔 我們清代班的大部分手上都有 還是很強喔 我們清代班的大部分手上都有 我就是實在講嘛 因為有的人沒有 因為有的人後來才進來 我們後來進來 我們跑去集中 坐在某幾支股票 對不對 超跑 超跑 來 你要 我跟你講喔 一個人的誠信很重要 對 真的 很重要 對不對 每個人長賽都說他有這一支 一個人如果沒有辦法誠信 我就還是那句話跟你講嘛 跟著蜜蜂找花朵嘛 跟著倡英雕找廁索嘛 一個人如果沒有誠信 你敢把你的錢交給他嗎 你敢把你的身家跟著他去操作嗎 好 所以你看連貌這幾天 連貌一樣喔 對不對 量開始越來越大了 你看 老師前幾天頭信他們都沒人理他耶 之前都頭信都沒人管他 之前都沒量 現在怎麼樣 昨天頭信回來了 所以我就說股票為什麼會漲 股票漲要有怎麼樣 要有大人嘛 立堅大人了 你看喔 頭信買290張 外資還在大賣耶 重點是你看 頭信之前通通通零零零零零零 沒有買一張 昨天外資賣 今天會不會又是外資買回來 又在哈囉 對不對 今天差一點 賣了又買 差一點點要亮燈耶 你看那些隔日衝的外資 好像很厲害喔 我跟你講那都是怎麼樣 怎麼樣 反正錢不是自己的嘛 老子有錢啊 拿老子的錢在那邊坐啊 對啊 哎呦喂 或者是怎麼樣 繼承老爸的遺志 因為老爸是主力 老爸很會做就教兒子 結果兒子來坐一坐 就變少年海神抬出去了 對不對 你以為每個都青出於藍勝於藍 今天 好嗎 今天差五毛錢亮燈 你這樣頭信之前都沒有耶 對 昨天突然一個大賣 頭信砍光光了耶 頭信砍光了耶 然後現在怎麼樣 回頭追了 回頭追了 對 欸你們看到頭信就追 現在怎麼樣才要來追 利劍大人囉 可是你們有發現嗎 這些 連貌的外資都是一買一賣 一買一賣 對 人家連貌都跟你講 之前在買回庫藏股了 你還不相信 然後他都 股價跌破他庫藏股的 這一個價格 你還不買 現在怎麼樣 你又回來幫他們抬轎了 幫我們抬轎 對不對 愛心比給你 比給你啊 我們親戴會員手上有啊 對不對 昨天我不是把烤鴨王子的 秀出來給你看嗎 感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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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 這兩天又是 避見大人 又快20%了 對不對 風埋了 那個金居 金居 四五天 30% 有 連貌 兩天 又是20% 這不過11月才剛開始欸 11月的剛開始 謝謝耀朵波機板 我跟你講喔 我的操作很簡單 我如果沒有提前帶你佈局 基本上 兩根上去 我是不會帶你去追的 對 但是今天多少分析師要帶你去追 就像前兩天大家去追金居 對不對 這兩天要來追 台瑤跟連貌 你要去追 來 現在在這種現行的股票 還少嗎 還少嗎 夠多吧 那如果我沒有帶你這邊佈局 一定要兩根上去 你今天才要跟著其他分析師去追喔 去追喔 那我幹嘛不再來買這邊等呢 就跟M31一樣 同樣的做法嘛 M31我讓你在那邊等 你不要 到了350上 你要跟著其他分析師 可是每天在那邊 狂來狂去 狂來狂去 好開心 現在咧 其實我們老粉的話 你應該就會發現 老師買股票都會買在這個位置 我都是買這種地方欸 然後等到上去力見大人之後 我們開牌了 喔 你有看到市場都會來跟風了 不一直都是如此嗎 都是 都是這樣 像历见大人 都到95你才要去坐 然后你就上6 抗农有毁 在乾隆你都不要来 你都不来 然后呢我们说 乾隆后来92历见大人 投信进来9293你才要来 但是我们是中日乾乾隆 都是在那底部的这样的位置 像M31也是这样 然后呢 铜箔基板也是如此 其实每一档都是如此 包括甚至像励志也是如此 都是买在滴滴滴滴 没人要的时候 你看 250 好 来 我没有给你讲这一档 有没有 这几天都在讲这一档 从上个礼拜开始跟你说 它的现行就是在那边做整理 长得是不是都一样 我跟妳好 都是这样滴滴滴滴 它今天还是长 它今天还是长 我说一档其实标上来都是20% 30% 来 我直接给你看 他这几天每天从老师邀约开始 他每天那一点一点慢慢的慢慢的再加温加温加温 因为告诉你你赶快跟上你赶快来都还来得及 他现在都还在加温当中 那个油门还没有用力踩下去 现在哼哼哼哼哼哼哼 所以你还来得及 0225429977究竟这一档 AI公共爆充黑马股它是谁 评价股人仍买得起人仍赚得到 来 直接看 昨天是不是把最近清代体验般的 有都是我给大家看 对不对 对 有我还说我大概差不多都猜出来这一档 昨天这一档9点多%对不对 对 另外一个7.2对不对 有 另外一个3点多少 3.99 一个1.39对不对 好今天 继续往上加 累加 都没变喔 都没变喔 因为我这边我都没遮嘛 对一样的 你可以对比嘛对不对 买进价位都一样 然后今天的价格嘛 今天的价格嘛 来 这个今天比昨天的高点有下来一点了 所以昨天有9点多 今天还有8点8 这个上来了喔 对不对 昨天7.2 今天已经来到8点7.2 对今天来到8.9 8.9对不对 好来 嘿嘿 这一个 3.99 3.99 多少 5.9 5.89 5.89喔 欸我跟你讲喔 因为季报还没公布嘛 5.89嘛 来 来 他现在还在这边喔 对 他现在还在这边 我现在不是讲连帽 他不是连帽 我就给你贴上去了啊 对不对 老师告诉你就是新街棒的黑马 就是这边喔 暴冲黑马 我现在 我现在就在等季报 今天刚刚甜心来在问我 对啊 我在等季报 对 我想一季报出来就是这样 所以就是这样 对 而且老师刚刚还跟我说了一句 还来得及赶快下单 所以 对 好朋友也就是说你也还来得及喔 0125 429 977 你还来得及 不要再错过了 好吗 你不要又像我们的 像我们的 荔枝 像我们的爱普 这样冲出去了 你现在还来得及 公控 山头斜照 山头斜照 今天大盘不是跌100多点 对不对 好像沙拉快200点 对 因为夜盘的电子盘就跌180点 是 对不对 今天一开盘所有股票都开低 先往下 今天股票都开低 他也是开小低 后来就拉上来 对 对 我没有把盘中那个结出来 来 那为什么 他很稳 为什么 为什么今天 对不对 昨天3.88 为什么今天怎么样 5.89 5.89 快6%了 我们在讲这个时候 他又开始在往上 搞不好觉得 不能看啊 我用手机偷瞄一 好来 所以 所以 你要怎么样 所以你一定要买在山头斜照的位置 你要买这里嘛 你要买这里嘛 对不对 真的一直慢慢往上推 往上推 一直往上推 好 漂亮喔 好朋友 你还来得及 赶快 你现在还来得及 02 25429977 他真的默默的默默的一直在往上推了 从 我现在应该已经 刚刚我们看到5.89 现在应该已经有6%了 漂亮 来 这档立志 我昨天都知道了嘛 你们都知道我们在 把叮 对 你都知道我们昨天有公开来 对不对 200 4 236 240到236 240 240 240 我们又减了对不对 对 今天有到264了对不对 是 一张加 你看又是10%了 昨天外资多少 700多张 是不是 大人又来了 你是不是要大人来抬 大人又来了 对不对 大人来了 你猜我今天卖了没有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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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够好走 真的 就像爱卜也是这样啊 爱卜上去了 老师又问你了 你猜我走了没 你猜我有没有动作 你猜有没有动作 我没有 因为看到都收盘了 哈哈 看到都收盘了 但是我们现在录制的时候是盘中 所以 其实老师是在提示我 哈哈哈 你猜有没有动作 哈哈哈 好 所以好朋友们 只要你跟紧 有没有 跟紧老师的动作 烤鸭王子 二三六对不对 你今天笑出来了嘛 对不对 一张两万贵了 两万贵了嘛 三万 直接三万 二六四 一张而已 一张就好 一张就好 是 对不对 钱是这样赚的 慢慢便付 跟着老师富贵文中 你猜烤鸭王子这一次 他买几张 哈哈哈哈 他还有连帽呢 哇 他还有连帽耶 烤鸭王子 他早上很开心 你说 老师 我被你训练到 我现在可以一心试用 我没有把他 我应该把他的蓝贴出来 他什么一心试用 一边开车送小孩 他要 他好像 一边要处理 一边工作 对处理他们的烤鸭 他在弄个面皮啊 他在弄面皮 因为他烤鸭要那个皮 对对对 那有卷饼的饼皮 他说我边用面皮 我边下单 对 赞 恭喜烤鸭王子 所以呢 你跟着老师两步疑心坚定 那你等风起 是不是就看天明了 好 这一档一档都上去了 立志上去了 连帽上去了 有买237的 是不是 有 这都有日期 请看一下好不好 236 137都有 我们这是真实抠讯 是 重复造假 有没有 好 有 好 脸帽也是啊 对对 这五张不知道要当时买 这有让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要买 好 没关系 我们就让他继续奔驰 57点而已 今天又差一点点亮灯掌听板 好 恭喜 恭喜 恭喜核鸭王子 所以好朋友你都还来得及 我们的暴冲黑马骨 02 254 29977 下一档就是我们的暴冲黑马骨了 好 现在都还来得及 好 我们看新闻了 老师 其实我们不只是红波基板 包括老师 我再插播一下 国剧好不好 我插播一下国剧 是不是告诉大家 剪资过后的国剧 你要留意啊 要留意啊 人家陈董在做陈吉思汗 现在头信天天买 对不对 可是其实昨天外资就小条节了 对啊 要等法说嘛 立志明天下午也有法说 国剧也是法说 敬请期待 对 国剧下午有法说 敬请期待 跳空 光是这个礼拜这四天 这段时间怎么样 这四天 这个股价中日节前 一步一脚一往上走 我想国剧的分析你要看 麻烦你去找我 上周五 上周五 上周五吧 我解的非常详尽 对 我说做股票 你一定要了解这家公司的动态 你要了解产业 股票能报不能报 就是从一家公司 未来的布局 可以看出端倪 你要用产业的眼光 你要用投资一个 具有爆发性 产业的眼光去买一只股票 你不会被利空给淹没 这段时间 打飞弹 国际利空 对不对 然后连那个什么神童的 每天都跟你讲一大堆有的没的 然后你要去听 那为什么这些大老板 他不被这些消息影响 他就去卖股 你要了解 你要听懂我这句话 是 就跟马斯克讲的 他只有在这家公司的服务变差了 他才会去卖股 对 不然一个大有为的大老板 基本上他不会随便去卖他股票的 策略定定好 他就持续这个方向继续做 他如果要好好经营这家公司 他基本上是不会卖股的 你懂吗 懂 所以这就是你跟大老板的差别就在这边 你们是几块价差的心态 人家是经营一个长远事业的心态 对 那就差别在这 好 所以呢帮大家解完了 那我们就直接看新闻了 来 来 今天大跌对不对 我们看 我们看一下今天跌什么 没有跌我们的吗 我们的都是涨的 不论是我们的马丁 立志今天继续涨 然后我们的马萨拉蒂也是非常的稳 然后我们的暴冲黑马骨 还继续中日前前的向上走 所以都是很想要连帽今天插一咪咪又要亮灯掌停板 来 今天喔 这个电子也大部分在涨 那也就是台积电在跌 对不对 可是你看大部分怎么样 大部分行业也在跌 对 大部分都在跌 是不是 大部分都在跌啊 一百二几点啊 那为什么 你现在有看到吗 你刚才有看到 我们现在体验的投资组合吗 持续获利 持续获利 持续获利耶 持续获利耶 是 这样的绩效表亮出来 我们 手上可能今天股票 四肢都没有喷涨停 但是呢 都是持续往上 让你怎么样 稳稳的往上 就是这么简单啊 你要的是涨不停 那我就不懂啊 为什么你昨天去买的人 今天一个 银派说法一开低 舅舅去杀 今天股票跌就是有人去杀嘛 对 昨天追今天就杀 到底在干嘛 你要 那也是昨天去卖啊 今天跳空低 接啊 那怎么会 这节奏 我们光看指数我们就知道 就是有人 追高 然后杀低 对 因为你今天不杀低 今天指数不会跳低 不会跌 不会开低嘛 对 你不杀就不会开低嘛 是 因为就算有人想卖 没人要买 没人要买 对不对 他没办法成交啊 对 是不是 懂吗 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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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最近你就看到说 一个跳高 一个开低 一个开高 一个开低 就这样子 每天跳来跳去 每天跳森巴 不要这样子啊 真的 金管会打空头 对 三大成效 有没有 借券卖出的占比降下来了 然后怎么样 单把维持率已经拉上来了 还拉到一百六 之前不是一百五 一百 拉到一百六 好来 平盘下净矿 不超过一百五十二档 有没有成效 有啊 那你们 我就说你们看虽 觉得国安基金没有那个决心吗 我跟你讲 在大选完之前 他还是会有决心的 好 今天你看 你今天看 放歌 放音对不对 今天开低 如果你今天去砍的人 万一明天要大涨 来 好 国安基金 互盘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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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先出来邀工了 对不对 他觉得互盘有工啊 内容一堆就不用讲了 因为他会觉得说 我们相对没有人家跌得多 为什么 财政部的报告显示 台股今年以来跌幅28.44 相较于美股肺半 纳斯达克跌幅较轻 他就不去比道琼 对 因为台积电是成分股 所以要比肺半 比纳斯达克 比较怎么样 比较有这个基础 人家想说比烂书人嘛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所以他不比道琼吧 他去比别最惨的肺半 跟纳斯达克 跟最后倒数二三名的去比 那这样讲有理由 他说因为我们的肺半 跟纳斯达克 我们跟肺半 纳斯达克的联动比较高 没错 不去比联动低的 懂 好 合理 有骨气你就去比 肺... 道琼 道琼嘛 来 明年要突破五道 我刚刚给你看到一张 唯半导体无其批乏所任意 昨天老师有几次去 我说我们这个世界 不可能没有半导体 对 对不对 没错 有没有 我说不可能 来 数据出来了 明年要突破五兆 台湾IC产值 明年要突破五兆 很猛 我已经跟你讲过 IC只会越用越多 库存总会消化 除非你告诉我 明年开始你从此不用 三星产品 不用插电的东西 不用任何三星产品 现在只要插电 就要用到半导体 除非你告诉我 明天开始你不要再给我用插电的东西 哪怕你煮饭也要用电脑 现在连一颗 早期灯泡我不用IC 可是现在灯泡都是LED 对 所以也要IC 你现在告诉我哪个插电东西不要IC 你家里头任何任何 你从进到家门开始 所有的东西都要用到 我们现在手上这个 也需要啊 遥控器要不要 需要 要啊 都要 现在连吹风机都要 任何任何 你以为吹风机不用 吹风机你要让马达转 要有一个马达控制IC 然后现在不是流行那种什么 Dyson的那种 那个奈米的 有没有 吹了头发会保湿 对 我们有那个 我们的那个 钢笔王子 他就建议我去买一支 一万块钱的 Dyson的 对啊 我想他家里很有钱 所以他什么东西要用最好 你知道吗 不是啦 国际牌的啦 喔 国际牌的 他就要一支要一万块 好像现在比较便宜了 你知道吗 他那个奈米的 他又要控制风 要给你忽冷忽凉 忽冷忽凉 要控制的温度 要吹一吹很热会流汗 吹一吹改吹冷风 然后再吹 现在那种 美法的不是这样吹一吹吗 我看吹一吹还要倒过来用后面给你 对 对 那是他们的那个技术 技术 我不知道为什么 前面吹一吹还要后面倒过来 对 这家里我们不知道 对 其实前面是吹 倒过来是吸回来 对 可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就不知道了 我知道为什么 因为这样那种是把凉风吸进来 它其实就是让你头发又热又凉 快速降温 对 我跟你讲 所以现在好的 我不是想说 基本上你现在煮一个 同样电子锅 对 有一万多 他还跟我讲有四万多的 OK 果然他们都要买最贵的 我说你要控制那个Q度 要AI 那就要用什么 要IC 要感热器 对 所以就什么东西都要 任何任何 所以我给你讲这个产值 越来越高 对 而且你不要看电动车 电动车里面也要一大堆 不是 简单只是让车变成电动而已 里面要用到的感应器 要用到的各种IC更多 真的 真的 我相信 那这些会 大部分要需要什么样的 不是一般的消费型IC 是什么 公控IC 对 要用到这么高规格 来 明年突破五兆 所以你在担心什么 你要等到未来五兆六兆七兆 然后发现 IC股 IC股又很赚的时候 你才要再去追吗 总是这样 总是这样 来 超微 超微不是之前季报公布出来烂到爆 对不对 现在又怎么样 上一季 数据中心 业绩进阳 所以 要看的区块 对 抵挡电脑需求萎缩带动晶片类股 通报 这不是今天才讲 我们早就讲了 我上上礼拜我有什么 超微概念股给你 有 都直接给大家了 有 你要你再来要 好 一样给你小老鼠H I H 888 我都一直在跟你讲 我的影片都有 你回去看我的影片很精彩 是 什么都有 没错 是不是 真的 你想要里面的内容资料 你就直接来要 小老鼠H I H 888 今天我一个亲戴跟我讲说 他去年来入会 都一年半了 对不对 他说他去年要追剧 假日的时候 礼拜六 要追韩剧 结果平板一打开 跳出来 看到我的 对 他说他没整片看完 他只看到其中一小段 他就打电话来入会了 入会 入会到现在 来 从去年上半年到现在 是不是经过很多 风风雨雨 大涨大跌 是 为什么到现在人家还怎么样 还可以 坚若磐石 富贵文中求 两不于心坚定 对啊 懂 好 所以超微 其实有相关概念股 老师都有帮大家准备了 你自己来索取 小老鼠H I H 888 你们都看大标 这是利多还是利矿 利多啊 可是这是上季耶 有没有只看到上季耶 老师 那这一季咧 你看每一个字都看得好可惜喔 那这一季咧 那这一季咧 好啦 继续看下去 这是今天的新闻 CCL 刚刚有分大家 现在利多你就当是利多了 对不对 上个月的利多 你也不当他是利多 现在大家信心稍微稳定了 想追股票的时候 抓到新闻就 你要不要我把过去这一个月 关于CCL找出来给你看 人家连帽早就讲了 新平台助攻耶 对 可是上礼拜 没有人理他 上个月没人理他耶 对 我就理啦 我就理啦 对不对 哪怕就早一个月 还是怎么样 放到现在 你都是赚的 57块还是赚啊 对啊 不是吗 不是吗 没错 那你们在被恐吓 被吓 在卖股票的时候 你们在干嘛 你们在丢股票 我在买啊 这就是你跟我的差别嘛 没错 为什么我不会被 被大环境的利空给吓倒 很简单啊 二三十年来 数十年 如一日啊 我们的新法 利多非时 满江红 利空来时 面身轻 惆怅股市 多空饶 纯纯看得极清明 你只有看得极清明 你才有办法这样做嘛 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这样做 没会跟 就要会跟 就这样子 好 25429977就要会跟 好吗 来跟上我们的报仇黑马骨 他一样喔 现在默默的默默的 开始在慢慢往上走 重点他现在现行还是什么 山头斜照有够斜啊 斜成这个样子啊 好朋友们 你此时不来更再合适 难道真的要等到 他又往下又上脚走了 你才要来追吗 不要这样啦 现在都还有机会 0225429977 还有你想要了解 刚刚老师说的 AMD的相关概念股 还有你想要提前先来卡位 下周老师的分享会 0225429977 再次感谢永成国际头股 陈建成分析师和好朋友做的分享 感谢建成老师 来 劝君莫习套牢骨 劝君习取修正时 有的堪买时需买 末代标晚去追稿 好不好 那我古海大丈夫陈建成带你回出 劝雷达 欢迎加入永成国际头股 陈建成分析师古海涛金的行列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否则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